设定不同颜色 当然不是土法链钢 不过我觉得设定格式号条件 真的蛮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写程式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法 可以帮你设定你需要的格式 尤其是最后一个用公式来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个 你如果用前面几种 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把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设定格式号条件 新增规则 上面这几种 说真的 我觉得用到的机会还蛮少 常用还是这个 用公式来决定 所以基本上 你要做设定格式号条件之前 一 先告诉它范围 我要格式的范围在这里 二 告诉它条件 当这个范围里面的条件 什么情况下发生 它才会去做格式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 它的顺序有点是 先告诉它哪些部分你要格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用这个 这个是条件 这个是最后你要设定的格式 所以 一 二 三 大概这三个 那我们需要什么呢 当这个两个相等的时候变黄色 就是被陈述跟陈述 如果是相等 那被陈述跟陈述 是来源在哪里 所以这个地方有点难 第一个呢 我的当 所以当一定是先打个等号 这个等号有点像当 因为逻辑 当什么条件 当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B1 所以你把那个初穿格名称告诉它 如果呢 如果呢 B1等于什么呢 等于 A2的时候 这个是A2 当这个B1等于A2的时候 那帮我设定什么条件呢 帮我设定为 这个黄色 但是问题来了 你如果现在按个确定的话 现在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应该只会格式化它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 它的逻辑是这样 你选取的范围 它会一个一个的帮你比对 那比对 如果那个条件符合的话 它就帮你上色 如果条件不符合 它就不上色 但是因为呢 我如果 就是蓝跟列的部分 没有锁起来的话 它会跑掉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一一样 我要把它改哪个地方 我这边新增规则 我管理规则好了 回到刚刚这地方 记得 请你把什么呢 一样的道理 请你把它的列 把它锁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将来呢 我只要 就是列 假如它向下 它向下跑的时候 它也会一样 把这个 一变为二 二会变为三 一样会有同样逻辑 就是会自动增号 那蓝的部分也是一样 请你把A蓝的部分把它锁起来 不然的话向右跑 它会变成B C D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一样把它的列号 跟蓝号锁起来 直接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结果会怎么样呢 按个确定 OK 所以这个道理 这个圣经格式化条件 它有部分 你可能看不到的部分 是它也会类似 我们填满的时候 向右呢 会增加蓝号 向下会增加列号 概念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对角线另外一边 假如要设定成 另外一个颜色的话 那我一样怎么样 等于 什么呢 当 这个 有什么条件呢 这两个相加 所以我可以看这个 两个相加 两个相加 刚好等于10 所以呢 一样我从这边开始 从这个除成格开始 所以是B1 加上A2 如果两个相加的结果 等于什么呢 等于10 OK 前面一定是先等号 当这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那因为呢 它会一直往右跑 往右跑的话呢 它的蓝号会增加 那蓝号不增加 这个蓝号不增加的话 请你把蓝给锁起来 再来的话 会再来就向下一列 所以我不希望它列号跑掉 所以我把这个一列也给锁起来 好这样的话 再把格式设定成一个橘色好了 按个确定 再按个确定 另外一边就OK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因为这个我觉得 还蛮重要 因为蛮多地方 如果你懂的这个原理原则 很多就不需要写VBA了 因为其实这样子 也可以跑出你要的结果出来 只要给它一个条件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它的那个设定格式化 就是第一个你先把范围选起来 它会先从第一个储存格先跑 它一样有点像帮你跑个回圈 从左上角一直向右下一列 一个一个帮你去检查 那这个条件如果为True的时候呢 它就帮你去做刚刚那个格式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那个原理原则 那同样的啦 九十尘码表里面呢 刚刚前面一提 Colin跟Raw 其实你也可以试一下 Colin跟Raw 如果我刚刚那个九十尘码 也要对角线的话 那要怎么做 其实道理一样 你只要把公式填上去啦 不过Colin跟Raw 比较简单 不用锁 试一下 再见 再见 再见